总部公告 第2018-0104号 拿出三面造谣记 这些年来,世界佛教总部不断接到有关正邪知诗的咨询,请求答复 但这些问题,总部已经公布答复过很多次了 而且,南摩第三世多结枪佛也多次清楚地说了正邪真假的区分 可你们很多人对识别为师者、识邪、识正,还感到盲目彷徨 连继续跟着,还是重新选择良师,都没有主张 一句话,如果你们不拿公告、去识别、自甘一辈子被骗 十方诸佛都救不了你们的 现在,总部给大家三面造谣记 无论是诗,还是图,就能轻轻照见这些邪恶之人的原形 第一面造谣记 只要不大力公开,让弟子们学习宏宣公告 比如,总部发出的《圣德高生们的重要答复》、《三数道题》及《答案》 凡没有安排弟子们认真学习,而只宣传自己的文论、书籍、试验 这些文论书籍中,不但没有公告的条列 而且违背公告定性 就绝对是邪施 第二面造谣记 无论你跟的为师之人,是什么身份头衔 只要考试段位,不是圣德段位 而该师,却以圣者自居 或派弟子,须吹,夸赞,该为师者是圣者 该师不是圣者,却规定弟子不能怀疑上师 三叶必须相应 这就是无疑的凡夫骗子 第三面造谣记 怎么识别谁是圣者 古代的圣者们早有历史记载 对于当代的圣者,只有笔士和圣考 已经考到了金寇的人才是圣者 而经考试,没有考到金寇,就不是圣者 兰寇考了再高,也只能是高圣大德 凡是对立或迫害圣者的人 一律列入二人名单,终身不予内密灌顶传法 如果已经受邪师指使,做下了伤害圣者的事 这时,唯一的办法,你应当下忏悔 马上公开揭发指使你造罪的邪恶妖人 如此,就会从二人名单中删除你的记录 即可回归弃恶从善的行人本位 这三面造妖精,能准确照见所有邪恶妖人 骗子的真面目 世界佛教总部,2018年9月28日 再erten询一换 第一条 細小小的 第二条 唯一